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积蓄 没有收入 只有账单 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没有重操就业 打零工 在我的内心深处 这是个令人生眼的倒腿 就像杀招号在路面上流下难看的车痕 但是事情不会就这么完了 事实上 我干活的时候 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回到正轨 找到那扇开启的大门 找到成功的出路 他是一个特别狼狈落魄的一个中年男性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特狼狈的一个青年 就狼狈这种事来说 我觉得我并不比他差太多 我就想起我特丢脸的一个经历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他约我去一家鸡丹厅吃饭 他指着自己女朋友说 说何自宝你知道吗 现在我女朋友是他们公司骨干 外边多少人挖他 他现在随便跳槽 起先轻轻松松地就能达到这个数 其实当时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五位数 后来当时我看着他这五个手指头 我说什么 起薪五千 这么多了 快到我公司两倍了 当时我这话说完 我的朋友都傻了 就举手弄在原地 我太low了 就low穿了他的认知底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薪水两千五 两千七 那时候我就特别腿 都腿得像蹲步一样 我女朋友想要哪条裤子都在想半天 我其实是有点大丸子主义的人 这是关于男人的面子 我的女人想要东西 但是我买不起 我会看不起自己 我很仰慕Chris Gunner 他能做到的事 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我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一样 摆脱这个生活的种籍 可以重新做到自己的生活 第一次在报公室过夜 感觉有点奇怪 倒不是因为在这里睡觉会怎样 而是担心别人发现自己无家可归 但我必须面对现实 当其他人来上班时 我早已开始打电话了 确保自己每天200个电话任务 能够顺理完成 晚上我会尽量不在电话上耗得太晚 从而可以腾住时间学习 我觉得博物馆蒋景源这个工作 它特别的特殊 它是一个小学文化水平就可以干 但是大学教授都未必能做好的事 我刚才参加工作的时候 四个字就是成荒成空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 我们那个基本陈列古代中国的时候 讲得一塌糊涂 非常糟糕 那时候就跟着我听的观众 基本上大家都撒了 因为没有人有耐心 听我这乱七八糟讲这么多 讲得也不好 然后呢也不信任 我是脸皮特薄的人 词诚都打出来了 但是呢在那个打印的过程中 渐渐冷定下来了 在拿着那个词诚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刚入职时的一个心愿 就是我立志成为全国最优秀博物馆 你最优秀的讲解员 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就把那张纸给撕了 为了成功 必须得不停地看书 然后去学习知识 了解知识 其实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复盘 所谓的复盘 就是在讲完这次展览之后 回过头再想一想 我这次展览是怎么讲的 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以后加强 你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就改正 就是在这样一种复盘的过程中 我的讲解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最诱玩这代 是他们过的战士 然后才兼职列人 一共就能进入职业 对吧 大家没听说我中间这个 是他们那种书记 电话转接过来了 您好 显然 这位艾斯格林伯格 是毕尔斯登的高级合伙人 他来电是为了对我表示欢迎 他又加了一句 我们希望告诉你的是 Chris Garner 毕尔斯登不是靠MBA发展起来的 他的发展依靠的是PSD PSD就是出身贫寒 天思聪颖 愿用勤奋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需要具备这些特点的人 欢迎你 电话挂断了 我几乎直上九角 出身贫寒 天思聪颖 愿用勤奋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这就是我呀 我就是PSD 这个电话就为我的新生活 拉开了序幕 一切从此开始了 恭喜何森堡 和你一合一一张吗 我是小粉一二三 一二三 烟绿格 祝贺和三好 恭喜 恭喜 这是哪里怎么吃呢 其实人的额头这个 还变成一个美食节目 在一洗一脚的那种特别喜欢 仅仅几个月 我跟我过去的生活 就已经完全变归了 我觉得压力比原来大了不止三倍 因为我得无数的事 无数的关系 无数的情况要处理 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说 被裹挟着往前走 我没想过放弃 放弃都得是到最后关道的时候 才可以放弃 我现在知道刚哪到哪 我相信我这一生最好的时光 一定是在之后的日子里 因为最好的时光 你已经体会过了 那么你的余生都会再走下坡路 就突然想起 原来三体里头的一个人物 说你们要做的就是前进 前进 不走手段的前进 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你的قول 你一定要想起来 你一定要抗它 人们可以自己做成功 他们要告诉你 你能不能做成功 如果你想要什么 你去拿它 Use手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